俗哥说电影 报告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的神童 影片一开场 在俄亥俄州的蒙哥玛丽县郊外的一幢别墅里 被变态杀人狂龙套叔囚禁的炮灰姐 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打开后门撒子聊了 这姐们一路跌跌撞撞的跑到了公共室 这个时候 李大妈刚好开车路过 炮灰姐说 那个变态杀人狂把我的右手砍掉了 救命大妈 与此同时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福克斯教区 她老公铁锤一看急忙开着车把窗帆送到医院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窗帆准备生孩子 变态杀人旁龙套叔的智商非常高 而且酷爱修理家用电器 应该是学理科的 炮灰姐偷偷跑了之后 这哥们光顾着跟那吓倒哭了 居然一点都没发现 接到报警的警察偷偷的来到了龙套叔的家门口 这个时候龙套叔才预设了无妙 他来到小黑屋一看 发现炮灰姐也不见了 这哥们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光着定就走出了别墅 面对着警察的七八条枪 龙套叔是临危不惧 刚准备反抗就被打成了马虎虎了 警察上前一看 发现龙套叔的手里还攥着炮灰姐的右手 龙套叔被击毙的同时 从而生下了一大胖小子 四五个月之后 孩子变得是越来越可爱 而且两个眼珠的颜色也不一样 这孩子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打针从来不哭 而且才几个月就叫妈妈 孩子到了两岁多 智力已经达到了一个罕见的水平 说白了 一到后半夜还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 五岁多的时候 小正太接受了一些测试 专家说你儿子太厉害了 比我的智商都高 小正太的智商虽然很高 但这孩子有些不合群 而且手也挺黑 转眼小正太已经八岁了 而且越长越帅人见人爱 晚上铁锤和春花两口子出去逛二人世界 把小正太和保姆留在了家里 保姆和小正太在家里玩捉迷藏的时候出事 楼梯上的玻璃茬一切把保姆的脚给扎烂 这明显就是小正太看 春花说儿子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小正太是一脸的无辜 是一问三不知 自打保姆的事件发生之后 小正太的行为变得是越来越诡异了 而且他们家那条狗也变得越来越焦躁 晚上春花来到儿子的房间 看到小正太正在说话 而且说的都是外国话 春花急忙用录音机给录了下来 学校里由于同学小胖堆 不愿跟小正太调换小组 小正太到工具房拿出大钳子 把小胖堆胖揍了一顿 心理学家冷淡神对小正太进行了测试 小正太说有一个人一直在害我 鉴于小正太反常的行为 冷淡神建议春花请一位行为干预师给调理调理 春花把那天晚上的录音交给了冷淡神 希望冷淡神能给分析了一起 冷淡神说这孩子会不会受到了什么虐待 一句话提醒梦中人 春花回家就开始质问铁锤了 因为在铁锤小的时候 他爹地就喜欢家暴 春花怀疑铁锤是受了他混蛋老爸的影响 铁锤说我爹地是混蛋 我不是啊 你可不能往我身上泼脏水 晚上春花去给孩子盖被子 小正太突然从床上坐起 说有一个男人在我脑子里 冷淡神分析完录音之后 把春花叫了过去 专家王大白说 你知道你儿子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吗 春花说就是那天说的梦话啊 王大白说 这是匈牙利语中一种非常稀有的方言 只有生活在罗马尼亚边境的人才会说 意思是闭嘴 你这个肮脏的记忆 不准哭 不然我就挖掉你的眼睛 我要亲眼看着你死去 春花说我儿子不可能说这种话 冷淡神说确实是他说的 而且还是用一种全世界只有不到40万人用的方言说 王大白说 他有没有提到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被别人取代 春花说有 王大白说这么跟你说的 肯定有一个人死了之后转世到你儿子身上 这种情况的出现 应该是死了的这个人还有一些未了的心愿 一旦完成心愿 他的灵魂就会离开你儿子 从这些话的内容上来看 这个人非常的危险 你儿子的灵魂正在跟这个人的灵魂作斗争 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 听了王大白的话 春花心里是七上八下 他把情况跟铁锤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 铁锤说什么转世化身的 全是夏世代 晚上春花去随儿子睡觉 小郑太太那张脸一变 当时就把他给吓上 转过天 铁锤发现家里的狗不见了 而且在他们的卧室里 还找到了一个用婴儿监视器改装的摄像头 家里一共三口人 不用说这肯定是小郑太太 小郑太太说 我感觉每天晚上我都会离开我的身体 给另外一些东西腾定了 睡到后半夜 春花突然发现屋里进来一大堆苍蝇 他跟着苍蝇来到地下室 在柜子里发现了他家狗的尸体 小郑太说 这是我干的 你说怎么办 眼瞅着事态越来越严重 春花急忙带着小郑太去见王大白 接下来是王大白和占据小郑太身体的 变态杀人狂龙套叔之间的巅峰对决 小郑太身体里的龙套叔说 我父母都是匈牙利的农民 后来他们才搬到了鹅海盒中 王大白说 老弟你怎么称呼啊 你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小郑太哆嗦了一会儿之后 突然改变了态度 不想再跟王大白废话了 小郑太身体里的龙套叔说 一会儿你出去啊 就说根本没有什么转世化身 不然的话 我就说你语习上去儿童 王大白没料到对方会来这一手 完事之后 只好三言两语把春花给糊弄过去 这王大白不甘心的 在办公室里来来回回的躲步 这个时候 他突然看到了小郑太在沙发上抓的指甲印 正是龙套叔的名字 到了后半夜 春花接到了王大白的电话 春花根据王大白提供的名字上网一查 看到了醉心累累的变态杀人狂龙套叔 龙套叔眼睛的颜色不仅跟小郑太印象 而且龙套叔死亡的时间 跟小郑太出生的时间完全温和 王大白说 他在五年的时间里杀死了九名女性 最后一名受害者炮灰姐虽然侥幸逃脱 但是右手被龙套叔给砍掉 炮灰姐后来因为这件事专门写了一本书 描述了他被折磨的过程 正因为他及时报了警 龙套叔才被警察给击毙了 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弄清龙套叔回来的原因 不然他是不会离开你儿子的 鉴于目前紧迫的形势 春花和铁锤迅速开了一碰头会 最后一致决定把小郑太送到医院关起了 春花在给儿子收拾东西的时候 无意中在柜子下边发现了炮灰姐 写的那本小说和一些关于炮灰姐的资料 这个时候春花终于明白了 变态杀狂龙套叔回来的目的 就是要干掉炮灰姐 铁锤开车拉着儿子前往医院 途中被龙套叔控制的小郑太 冷不丁给铁锤来临突然袭击 铁锤开着车一头就撞出了 得知消息的春花来到医院 发现铁锤虽然捡了一条命 但伤势非常严重 此时春花意识到 如果想让龙套叔离开小郑太 那就必须把炮灰姐给干掉 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春花准备好手枪 带着小郑太前往炮灰姐家 可看着炮灰姐孤苦伶仃的样 这春花实在下不去手 他刚把枪给放到桌子上 小郑太拿了都出现 上去就让炮灰姐领了喝汗 春花一路追赶小郑太到郊外的我儿 他本以为龙套叔完成习院 就会离开自己的儿子 小郑太身体里的龙套叔说 大妹子你就死了心吧 你儿子不会回来 春花一听是大吃了一惊 掏出枪就准备把小郑太给干掉 可就在这个时候 在附近打猎的张带也看不过去了 一枪就把春花给毙了 影片的最后 由于铁锤还在医院 小郑太被暂时安排在了书院的家里 镜子里的龙套叔春风得意 证明邪恶再次胜利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鸭鸭嘛 神童坏种孤儿院 总拿小孩来开串 没吃你家宜这点 别对孩子有偏见